招兵买马为了协助学子就业和实习 台中乔光科大举办校园征才博览会 共建有80家知名企业 包含光电、制造、媒体等 释出了1800个职缺 以及1500个实习名额 TBC群健也前来涉滩网络人才 媒合率超过六成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可以提出来 同学们仔细聆听求职的讯息 地点就在乔光科大 今天举行校园征才博览会 包含电子、金融以及媒体等 80家企业前来涉滩网络人才 正好是我们乔光创效60周年 所以今年这个意义特别大 而且我们今年的参加的厂商 有五大类 总共有80家厂商 那么一共有推出将近2000个职缺 大概1800左右吧 我看在座同学很踊跃 希望大事的应届的毕业生 能够顺利找到工作 这次的薪水 我想尤其疫情过后 我们整个缺工的状况 似乎很严重 因为大家都慢慢各行各业 当然有一些差别 但大部分都尤其是餐饮方面都复兴了 所以在餐饮这方面的待遇 甚至都已经到了三万多 实习就已经三万多了 所以这些薪资都是相当不错的 群健有线电视也前来举办说明会 让学生了解产业的脉动和实习的机会 吸引不少同学前来咨询 因为群健是一个有发展性的行业 以及公司 对社会还有台湾的民众 都是一个有很大的帮助 我自身对这个也有一些兴趣 我问了需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 以及需要怎么样的人格特质 才可以满足这个行业的要求 就能帮人家服务器都可以 因为自己对这方面 因为之前也有类似做这样的事情 就打工过 所以就想应该可以试试看 现场人山人海职缺涵盖的范围包罗万象 一共释出一千八百个就业职缺 以及一千五百个实习名额 其中餐饮业缺工严重 急需人才 即便是实习生也开出三万五的薪资 没合率超过六成 蛮有趣的 就是可以找自己喜欢的工作类型 餐饮科学生 我现在大三 然后大四要实习 透过校园真才 让大四应届的毕业生 毕业及就业 让在校生实习接轨就业 达到产学双营的目标